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纷繁复杂的健康决定因素 是如何作用于人体来影响健康的呢 下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健康生态学模型 这个模型强调个体和人群健康 使个人因素 卫生服务 以及物质和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依赖 相互自愿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们在多层面上交互作用 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健康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 它是总结和指导预防医学时间的重要的理论模型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理解健康生态学模型 比如有一位52岁的女性患者到医院看医生 说她一走路就膝盖疼痛 她认为膝盖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医生就给她拍了一张关节的X光片 发现她有正圣性的骨关节病 医生还给她量了身高和体重 分别为1.62米和78公斤 那么BMI就等于29.7 按照我国的体质指数标准 它是属于肥胖 医生告诉她 长期的身体肥胖会加重关节面的负担 使得关节结构加速磨损老化 引起变形性的关节炎 医生含入了她以前的运动习惯 以及其他的相关问题 比如有无关节问题的家族史 平时穿什么类型的鞋子 以前受过伤吗 下面我们应用健康生态学模型 来分析这位女患者肥胖的案例 刚才我们提到 作用于个体和人群健康的因素 包括现天的个体特质 如年龄、性别、种族和其他的生物学因素 以及一些殖病的易感基因等 比如有科学证据表明 与肥胖有关的表观遗传的改变 与环境暴露与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有关联 个体特质和易感基因 是最集结作用于健康的因素 很多其他的因素 如环境因素、心理状况等 都是通过作用于个体的特质 最终影响疾病的发生 所以这些是作用于健康的核心层因素 接下来是个人的行为特点 比如这位女患者 有少运动、不合理、饮食等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而多持少动 就会导致体内能量过升 而转换成脂肪 但是有些人为什么会多持少动呢 其实这些行为习惯 往往受到社会、家庭和社区的人际网络的影响 比如肥胖 就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所强化的 对胖受体型审美观的理解的影响 其他的家庭因素包括 家里是否有人做饭 有无足够的时间一起吃饭 家庭成员对食物的骗好 以及家庭成员有无锻炼习惯等等 而家庭外的因素 可能包括邻居朋友是否锻炼 锻炼是否有朋友和同伴的支持等 这些人机水平的因素 除了影响行为外 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人的心理状况和情绪 坚决地影响个人的健康 接下来是生活和工作条件 如是否有工作 是否存在剂业有害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 周围环境情况 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的水平等等 生活和工作条件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对健康产生影响 比如我们针对肥胖 这个层面的影响因素 可能包括工作场所的食物的选择 身体活动的机会 以及相应的健康项目 诊所或健身房等健康促进服务的可及性 周围有无可步行的环境条件 和街道的布局 室外空间的安全性等等 最后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 包括引起种族性别歧视的经济公平性 和文化价值观等 比如肥胖 可能相关的影响因素 包括农业的补贴 食物中含有过多的自胖化学物质 食品包装与其他产品有关的柜章 促进便利、公共交通和机型车道的政策 所有这些的因素 又受到监管环境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出 决定我们个体和人群健康的因素 并不是顾虑的起作用 这些因素之间会形成某种的作用网络 通过集结或间接的方式 作用于我们的健康 除了空间上这些不同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外 在实践上 这些因素的作用 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生命的全程 尤其是那些慢性病相关的危险因素 往往会延期几十年 才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后果 没有人生活在正控中 单纯强调内在的因素 忽略我们周围的物质和社会环境 显然是不合适的 学习了以上的内容 再来看我们周围的健康问题 更加要抛弃 头通一头 脚通一脚的旧观念 以系统论的角度 来分析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 采取综合的干预措施 来促进和维护健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